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对全县共57组开放式围动开关展开全面检查 预计今天晚上全部检查完毕 确保春节输运期间营运正常 特征组侦办总统马英九现金案 今天上午第三度传唤清明党副秘书长刘文雄 大众电信前董事长吴清源 特征组为此已经传唤多名电子大亨 刘文雄今天顺后表示 检察官今天就两亿元政治现金案 比对他与吴清源的说辞有无出入 而吴清源今天第三度被检察官传唤作证 连忙否认是爆料者 现在是下午2点02分 接着关心北部地方新闻 桃园市升格直辖市的总预算案已完成筹编 岁出920.28亿元 比去年增加218亿元 桃园市政府表示 104年度总预算案已于1月底送市议会 岁入岁出相抵差短115.1亿元 必须向银行借款 是否解释 多出来的年度预算 主要是来自市二区公所 以及市长郑文灿各项证件所增加的预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